我的小孙女每天都说 那那啥事 要咱快住咱们先放啊 小孩就压力这么大 她承诺我就是十日之后 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我所有家电家具全都买好了 现在就是没有地方放 2022年4月 许昌的李女士联系到 许昌德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对自家新房进行装修 费用8万 供期80天 6月26号完工交付 如今已经过了约定的 交付期半年多 但李女士还是没能住进新房 我一直在催 他们就是出不来进度 6月份的时候 我拍的有照片和视频 然后6月份的时候 咱们这个地面还没有回田 瓷砖也没有贴 然后就是进度特别慢 水电什么都特别慢 8月份协商的就是说 他说他不赚钱 他要终止这个合同不干了 经过协商 双方签订合同终止协议 装修公司只针对 已完工部分结算费用 且对已完工部分进行质保 但后续的事情 却超出了李女士的预期 大概过了几天 发现这个瓷砖都裂了 裂了找他就不接电话了 我们现在也是在 李女士的新房里面 房子还是没有完工装修的状态 我们现在也让李女士 带我们具体看一下 那边已经脱落了 上面从这缝里看进去也是空的 我看到这里圈了几个圈 这一块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个是空骨 空骨 我们也要敲一下吧 空骨的瓷砖和正常的瓷砖 是声音是有区别的 有回声的那种感觉存在 那就是说这块瓷砖应该是空骨的 那上下两块瓷砖连着都是空骨的 这一块瓷砖空骨的声音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屋子里是飘窗下面全部裂了 有工作阶段它没有找瓶 导致到现在门庄上它也是漏着这个缝 这些东西都是后期可以去补上去的 但是它现在就是一直拖着 就是说你如果让我给你修 你再给我出钱我给你修 不出钱不修 合同上面也写明了 质保期间是36月 我们现在也去找它协商一下 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在许昌德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我们见到了公司法人郭德州 但他的说法却和李女士有所不同 你欠我什么欠 我一直都没有问题要 没完没完 我欠你什么欠 你现在你可以说 我把如果我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你付费不付 什么东西 说证据嘛 就算去了长江协会 你看里面所有问题都看 那做合同你欠了你认不认 认的只要是我牵子都认 对 那你如果当时你认了 你都前来要这个双方结算清算了 你为什么还说 你看这些清算是什么 比方说你很多钱 一百八十米 你该二百六十一米 请把你这会儿八十米的钱 付费的证据拿出来 郭德州说 根据李女士当时的装修要求 出现了装修增项 李女士还有九千多的增项费用 没有结清 并拿出了一份清单作为证明 林女士对此并不认同 因为这项费用 她早就和老板娘沟通过 而且当时前这个合同的时候 汪培听我说过 我确实是我有预期 这个东西有些东西 姐也给你做了 然后我也认了 你也就是咱俩爽房都亏了 就是四万块钱结算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 没有当时前合同的时候 你不在 汪培听人家是沟通过的 都是不是咱公司的张 是的 签的名是不是 咱家老板娘签的名 对 也是咱公司监视签的名 对不对 然后那这个上面写了 是不是36个月的质保 质保时间 郭德州坦言 一些装修增项费用 当时没有收取 是因为想和客户维护好关系 但目前自己确实亏了 如今 她愿意承担质保责任 但是房子目前的问题 不能全怪装修 师傅会在三天内上门检查 只要是在质保范围内的问题 他们七天内会给李女士解决 同时也保留向李女士 追回装修增项费用的权利 对于这一解决办法 李女士表示认同 但是也有自己的担忧 因为之前他们也说过 会让维修师傅上门检查 但是迟迟没有兑现承诺 咱们找一个负责人 帮他跟进一下这个事情 行不行 没关系 三天和七天这个期限 好不好 可以 然后也是之前也联系过 装修协会 学校社装修协会 如果可以的话 咱们也请装修协会 在中间共同做个鉴定 来做个中间人 好不好 可以 到时候是谁的责任 如果是咱们的责任 也是按合同承担 如果不是咱们这边的责任 那该按承担的也要承担 你提到的 你提到增向的这个内容 如果能够协商解决 当然更好 不行了 该通过法律图形追回 追回 好不好 行 谢谢 谢谢